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卓一行就追到那三个蒙面人 觉得他们的行为很古怪 听这些人的口气就颇有来历 但是暗中偷袭乃是武林所不齿的行为 照理说有来头的人就不应该做这些事 另外乡主那是中原帮会首领的一种专称 在在外边疆的地方 何以会有关内乡堂的组织呢 卓一行都没想清楚 说话那两个蒙面人就立刻动手 一个是判官不十分凌厉 一个是判官 奖励也很宏敬 卓一行真的估不到在大幕之中 会突然间遇到高手 打醒精神 施展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剑法来都认的 卓一行一个打两个 斗了二十几个回合 卓一行健腿并用 眼见那个使判官不得的蒙面人 是无法躲避的了 说时迟那时快 使商长的蒙面人飞身而起 向着卓一行猛撲 就在大琴拿手中的飞鹰爪套的招数 你说如果被他拿着脚呢 武功多厉害 要当堂跌倒 卓一行相当一点 打邪标出了六七尺之外 他心很奇怪 这个人的手发身发 似乎在哪里见过 那两个蒙面人喝了声 你走去哪儿呢 左右包抄右躬上来 卓一行说 难道我怕你吗 不过看你两个人的身份 都不像是平凡之辈 就做些这样的下九流勾当 都算是不懂得羞耻了 那使判官不得的人 哈哈大笑 说 时限你的身手 怎么算下流 于是又是展开一场恶斗 斗了五十几个回合 还是不分胜负 三个蒙面人 有两个还卓一行打 还有一个 滋滋油油 站在旁边观战 时不时就冷笑一两声 卓一行一方面 要迎战两个人 同时又不能够不提防 距离到偷袭 都挺辛苦的 只是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 何禄华睡醒了 听到声音了 就飞快走出来打一份 两个对两个 那两个蒙面人就有点吃力了 这个时候在旁边观战的蒙面人 忍不住了 解了束腰的皮带 当皮鞭洗 加入战团 又斗了几十招 使皮带的蒙面人 杀得盛起 使出回风掃柳的 远辨招数 呼的声响 猛卷过来 卓一行的心一动 大声地说 霍老前辈 你为什么两次三分 要跟我过不去呢 这个蒙面人 正是在天山南高峰 被玉罗沙打败的霍元仲 霍元仲的远辨 在武林中带是一绝 因为他蒙了面 又改用腰带 所以卓一行到现在才认出他 霍元仲冷笑一声 你的玉罗沙 卓一行发火了 这种玉罗沙有仇 应该是找他 枉你是前辈英雄 做了这些下流勾当 黄飞一刀暗写箭 我如果说给武林同道知道 看你还有什么面见人 嘿嘿嘿 谁那么算你 你回去帐幕看看 我和你送请帖来的 玉罗沙也有人送我请帖了 有胆的你就依其赴会了 嘿嘿 那么对那两个蒙面人说 是朝是够了 这个家伙 做你们香主的人行 都还够资格吧 用皮带的挥 就挡开卓一行攻过来的剑 突然间退下 当霍元仲和卓一行对话的时候 那两个蒙面人就猛攻何禄华 使判官筆那个人就夹着何禄华的剑 另外那个人就一手抓何禄华的手腕 一手打何禄华胸口 何禄华被使判官筆纏着 无法抵挡 只觉得掌风已经掃到埋身了 见到危急万分的时候 好像是卓一行眼观陆路 以听八方 飞身跳过来 一朝一位渡江 刺穿那个人的右掌 不过因为他急于救人 飞撞过去 肩头就替何禄华受了一抓 哇 觉得火烂烂的痛 霍元仲问过同伙说 受了伤了 那个人判官筆约一声不出 背起同伴转身就走 霍元仲说 卓一行 你如果不怕人报这一劍之仇呢 我们去封沙铁堡再见 说完就走了 何禄华问 大哥 你被那个人打了 卓一行说 没什么 我们回去吧 你认识他们的吗 他们又说是士招 为什么这么狠毒呢 我只认识那个洗皮带的人是霍元仲 啊 霍元仲 他跟我爹有仇的 我看我爹一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有什么仇呢 他们 我没听过白石师叔说过 我都是来到塞外之后才听他说的 爹说 在三十年前 霍元仲曾经和他谈论武功 不服武当劍法是天下第一 爹就跟他较量 在三十招之内就将他刺了一剑 问他服了没有 我个霍元仲也很硬 不出声 我爹又刺他一剑 一直逼到他说出服了 那才肯罢休 唉 师叔少年的时候 皮真的猛过头了 那不是咯 这件事我爹是做得过分点的 所以他这次跟我来塞外 他又跟我说了 他说塞外就没有什么高手 就要提防那个霍元仲 因如他报三十年前两劍之仇 以霍元仲的武功 他现在最多也不过 跟你爹打个平手 估计你爹不至于受他暗算 他在里面还牵涉到其他人 是啊 霍元仲先临不是说什么风沙铁堡 又说什么请帖啊 哎呀 难道他们另有同党 趁着现在去了我们帐篷送请帖 说下说下 两个人就回到帐篷外面 卓一行 挎着火石 用劍挑开帐篷 在里面一招 看到火堆已经关掉了 里面没有人 何六华进去加了一些干草 勃起火苗 他说 霍元仲都发喊疯的 哪里有什么请帖 卓一行就眼快 见到先有被自己 丢了到地的飞刀 在刀尖上面穿了一张纸条 连王执起来说 啊 请帖原来在这处 飞刀送帖 在江湖上常有的事 就不是志在商人 因此不能够坏偷襲 蔡一行拿去字条笑着说 我都奇了 霍元仲又怎么做下流勾当呢 他也是有身份的人 他会肯帮什么人送帖呢 何六华就抽到去看 已经字条上面写 九文武当派称霸中原 自昔万里关山无缘请教 今季掌门既远游鞭脾 岂可不审准地主之言 七夕之旗 保中后教 封沙堡保主敬虐 他在杭州的眉头说 一定是霍元仲这家伙多嘴 到处说我是武当派的掌门 搞得引出这样的麻烦 我还哪有心情在武林增红 何六华说 为了我爹 你不想争红都要争一下的了 那些哈萨黑人说你爹和一群喇嘛行的 未必就是在封沙堡里面呢 那也是一条线索啊 那又是 封沙堡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都不知道 卓一航突然间觉得肩膀很痛 何六华叫他皱起眉头就连忙 拿金仓药出来说 大哥 我和你敷一药才说 卓一航说 给我了 那又轻转身 撕开肩膀他的衣服 自己来敷药 何六华天真烂漫 平时就不拘形跡 卓一航和他相处 时时都提心吊胆 怕什么呢 怕欲罗杀突然间出现 引起误会就糟了 所以总是避免和他太过亲近 一见他就想帮自己敷药 连忙自己动手 何六华的心就偷笑了 他想 难怪他还是掌门 这么扭扭令令的 这阵时 帐篷外面忽然又有脚步声 落台又叫了 卓一航立刻扔下这药 拔出宝剑 喝一声说 谁说 帐篷一掀开 先是那两个汉人又回来了 卓上公 我们来向你请罪 何六华说 你们搞什么鬼 我看你们一定是霍原仲我一党的 那两个人说 姑娘你猜对了 当你们也猜错了 哎呀 卓上公你受了伤 你们是毒沙掌的伤 在那树大沙漠怎么救 卓一航 看见伤口麻麻养养已经怀疑的了 听他们这么说就笑一笑说 果然是金老怪教的毒掌 那两个人说 卓上公建知道他的内力 还不快想法治来医 卓一航微微一笑话 就算再等十二个时辰 让他发作 我还能够医 毒沙掌有什么了不起 不用那么急 你们说 你们要向我请什么罪 何六华听说 毒沙掌面色都变了 原来武当派有地方 擅长医毒沙掌 不过呢 就要煲十大锅滚水 利用水蒸气的力 将身体里面的毒逼回出来 这样来配合解药 才能够见效 不过现在沙漠里面 滴水如今 骆驼的水囊 仅仅能够几日喝的 怎么能够煲十大锅滚水 卓一航一点都不在意 就催那两个人快点说 那两个人说 我们是封沙堡的宝丁 卓一航说 我刚刚收到你们 宝主的请帖 那两个人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何六华就抢着问 你们的宝主叫什么名 他为什么要约我大哥给武呢 那有个人就说 我们宝主叫做成章五 他本来是在关内来的 卓一航说 我没听过这个名 那宝丁就说 他来了几十年了 卓上公的师叔或者知道的 他以前在淮南开设香堂 泛运私盐 后来就被冠军逼得紧 没定站了 就带了兄弟带来塞外 说起来就快三十年了 当年的兄弟正下来 他有限了 我老爸就当年跟他来的了 撒马拉罕沙漠的边皮 有一片地方是很肥美的 那些牧民怕风沙侵袭 就不敢去那树牧羊的 他就在那树建了一个堡 最大的堡用铁建的 一个塔这样就不怕风沙 所以叫做风沙堡 外人也叫他做风沙铁堡 几十年来 他就带着我们这帮汉人 开荒畜目 日子都过得去的 卓一行说 那很不错啊 为什么好地地 又要来啰嗦我呢 那宝丁说 前几年 中原来一个白发魔女 在外各族英雄好汉 都被他欺负过了 因为我们宝主隐居很久了 又在沙漠边皮 所以那个魔女就没去过 那些被他欺负过的人呢 又不知道我们宝主有本领 就去请他出山 去杀了那个魔女 我们宝主一直都没有答应 何鹿华说 又是白发魔女 但我告诉你们听 白发魔女是我们武当派的仇人 你们的宝主 为什么要啰嗦到我们武当派呢 那个宝丁笑着说 我们宝主已经知道了 白发魔女又叫做玉罗沙 卓尚公就因为他才来到塞外的 卓一行发面一红 他说 你们的宝主是因为他而牵连到我的 那宝丁说 那又不完全是的 今年春天 霍元仲来到我们封沙堡 劝我们宝主重立香堂 青红塞外 西藏的天龙派的人呢 也很肯帮我们保住在塞外清皇 听说卓尚公曾经杀过天龙派的人 白发魔女呢 又欺负过他们 所以天龙派教主 也都和草原沙漠的英雄浩杰 一起来对付白发魔女 卓尚行吃了惊 他说 照这样说 怎么会变成西藏回疆两地的好手都来对付我们 那宝丁说 是啊 我们的宝主还怕打不过白发魔女 所以到处那么请好手 我们就是他派去北疆请人的了 卓尚行说 既然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又来告诉我 那宝丁说 老实说 卓尚公为人这么好 明知我们想偷骆驼 不怪我们不得只 还招呼我们 那人心欲造 我们怎么忍心 看着相公有危险都不说 何鹿华就问 为什么司令你又不说呢 那宝丁说 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 他就是卓相公 那后来碰到副宝主和霍尚仲 我们说的话有一个这样的人 霍尚仲立刻就估到是卓相公了 霍尚仲好像很熟悉你们的 卓尚行就插口说 当然熟悉了 玉罗撒和我都和他交过手 那宝丁说 这就不怪得了 白发魔女又叫玉罗撒 也是他说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来找你 他们是宝主请来探听你们的行踪 卓尚行说 慢点 谁是副宝主 那宝丁说 我们的副宝主是点阅明家 卓尚行说 我知道了 就是洗判官笔那个 何鹿华说 那那个是谁呢 宝丁说 听过以前青红西北的 阴峰独沙掌金独义的徒弟 卓尚行说 不怪我对他的掌法似曾相识 何鹿华又问 那白石道人你知不知道 那宝丁拎拎头说 哦 没有听说过 前几天天龙派的喇嘛 来了一大批 有人说 其中夹着有个道士在 或者就你说那个白石道人 都没顶 何鹿华就跳起来说 你们宝主没有发请帖给我 我也要去 喂 今天是什么时候 那宝丁说 今天是七月初四 初七就是我们宝主 重立香堂的日子 何鹿华问 这些说离开风沙堡 还有多远呢 那宝丁想了想就说 如果你们是河客 初七那天刚刚可以赶到 卓一航说 我们就是要去捉河 那宝丁说 哎呀 卓尚公你还是不去好啊 我还想请卓尚公你 劝一下那个白饭魔女 都不要去 两虎相斗 必有一相 相当卓尚公固之言不好 相当我们宝主也不好 卓尔航说 我知道了 我们会做的了 你们的宝主既然要你们去请人 那就不阻止你们了 我两个宝丁告辞之后 何鹿华忽然间说 哎呀 大哥 在这个沙漠的地方 怎么找得到十大锅水啊 卓尔航知道他就挂着自己受毒沙掌的伤 他笑着说这样就容易了 但是听我说了 忽然间 他皱实眉头就没有说下去 原来卓尔航想着以自己现在的内功草藝呢 可以完全不用利用水晶器的力 只是靠员工内运 也可以将身体里面的毒逼回出来 但是再一想 当员工内运的时候 自己动都不能动的 那就需要有个人帮自己推拿月道 如果是个男人就不要紧了 何鹿华的女子 因为如果何鹿华的功力极深 那也不要紧了 因为隔着衣服也可以推拿 偏偏他的功力还是浅 自己一定要脱衣服 等他来推拿才行 那岂不是好难为情 何鹿华就不明所以 竟然皱实眉头就慌了 他说 大哥 你为我受了这样的伤 我就没法知救你 那怎么好 大哥 我就靠你找爹 大号日就七夕了 那你的伤 那怎么办 掌航的心想 事急重拳 都不能顾虑得那么多 于是他就说 毒沙奖不算得什么 只要你肯帮忙就行了 怎样帮忙法 卓一行就将方法讲了 而且教他怎么来到推拿越道 何鹿华这样就笑了 哎呀 你这个人真是古怪的 既然这么容易 为什么不早点说 快点在盘室坐下 卓一行就脱了件衫 调好呼吸 眼观鼻鼻观心 好像和想入定那样 何鹿华就帮他推拿越道 帮他发散 过了一会儿 只能处一行 周身热气腾腾 抹开眼就说 行了 不然热得很紧要 何鹿华就拉开一角帐篷 让风吹进来说 那时候你再穿衣服 何鹿华的心想 不如跟他聊聊天 让他分开心 那就没那么热了 于是他就问 大哥 你和玉罗撒是不是很好 出一行 呜假声 似答非答 何鹿华就说 我真的不信 你们怎么好得起来 玉罗撒是很喜欢和人打的 是不是 是 如果不是他喜欢和人比武 也不至于搞出那么多麻烦 你这些就不喜欢打斗的 是不是 是啊 那就是了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 根本都不同 他就出了名的魔女 你呢 就像个文雅书生 怪不得他跟你分手了 本来就合不起来的 出一行 疾了疾 这番说话就说得有些道理 但是又怕他把口无杂 被玉罗撒暗中听见 就不太疲惫了 心一烦 意义得更加关 他连忙说 不要再提玉罗撒了好吗 何鹿华微微笑话 那 我拉胡琴唱歌给你听 我爹心烦的时候 又是喜欢听我唱歌的 卓一行心想 只要你不乱那么急 就唱什么都好了 那就摁头 何鹿华就拿出哈萨克人 送给他那个胡琴 问卓一行喜欢听什么 卓一行说 什么都好了 随便吧 你唱那支 欢快的江南小调 何鹿华就教好言线 一边拉琴一边唱 出一行听听下 不经不觉 小小声叫了一声 连姐姐 何鹿华揭声小爷说 你看你呀 又你说不要提玉罗撒 你自己又提了 喂 听说玉罗撒很漂亮的 是不是真的 卓一行我心想 男女爱慕之情 你以为因为 喜欢对方漂亮而起的吗 于是他就说 他现在都满头白发 不是以前这样了 如果漂亮吗 他真是比不上你 不过 他只是想说明 为什么事 就算玉罗撒又老又丑样 自己还是 喜欢他的道理 忽然间听见一声大笑 张鹏上面 撒一响 玉罗撒割开一个列头 跳了下来 出一行大吓 惊 连姐姐三个字 想叫 又未叫得出来 只见玉罗撒白发满头 面后还是个少女 眼眉一树 滚了何鹿华一眼 还笑淫淫的说 真是美女 唱得这么好听 为什么不唱下去 卓一航立刻说 这些不关他的事 是我 是我 他只是想说 是我受了毒沙奖 他帮我医 怎料这样说 就误会更深 玉罗撒冷笑一声 哼 是你 好啊你 撒一声 拔出佩剑 对着卓一航 胸口就刺过去 原来卓一航 漫游草原的时候 玉罗撒 已经到慕士塔格山的陀峰 看过新龙仔看着的鲜花 他虽然知道这个鲜花 要几十年才开 但是对卓一航的诚心 也很感动 因此也来草原追踪 谁知今晚一见 刚刚见到他赤裸上身 在听何鹿华拉琴唱歌 又听到他和何鹿华 谈论自己的上貌 当堂无名火起 就拔剑出招 何鹿华说 玉罗撒 你这样做什么 你杀得他就没人救得我爹了 我和你拼过 拔剑冲上前 卓一航走上一步 听起空堂迎着剑尖 他苦笑话 连者者 能够死在你的剑下 在我是求之不得 原来你爱我 还是这么深 玉罗撒面试一遍 连忙缩手 这个时候 何鹿华的剑 已经刺到他后心 玉罗撒看都不用看 随手一了 他将何鹿华把剑 打出外面 这些杀时之间 玉罗撒心头浪涌 是爱还是恨 自己都不知道 他很凄凉地笑一笑 你是官家子弟 正派掌门 你跟他回去武当山 卓一航向前 撲上拉玉罗撒 玉罗撒轻轻一跳 卓一航撲到胸 玉罗撒当堂又不见了人 卓一航丧了 跌在地 何鹿说莫名其妙 他说 玉罗撒什么这么大脾气 他天真无邪 竟然连想都没想到 玉罗撒就是吓他的怒 三日之后 就七月初七了 风沙堡内非常热闹 有天龙上人 和他的门下弟子 也有天山南北的国路英雄 宝主成章 就选这一日重立香堂 一心要在塞外再做一番事业 各位 玉之后事如何 且请下午与愤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